美女新生代的偶像李怡景 一双大眼睛看起来很无辜 好像是从漫画里面走出来的 超萌美少女 其实您知道她拍过50多支广告 因为她就是新妈 她有一个狗女儿叫卡布 是知名狗饲料的广告主角 真的已经放松了 圆滚滚的大眼睛眼角微微垂下 表情看起来好无辜 宅男杀手李怡景 就像漫画里走出来的超萌美少女 你还不回答 现在是我在问你问题 就算临时来个演技大考验 也难不倒她 不只拍偶像剧 入行九年李怡景走红广告界 拍过的广告超过50支 而且早就晉身为新妈 嗨 大家好 这是我的狗宝贝女儿卡布 你们有没有觉得她很眼熟啊 没错 她就是宠物界超级红星卡布 你一定在这支广告 看过她 今年五岁的卡布 已经有超过五支广告 本身也是多才多艺 不管握手或拜托 对她来说都是小case 既然要表演 就要来点高难度的 叮 不可以动哦 妈咪数到三哦 五六七七八九 不可以动哦 数到三才可以动哦 五六七七八九 一二三 就是那种不用做什么事情 也不用背台词 就会受大家欢迎的 说得一点都没错 就算卡布韦福出巡 大家的焦点还是在她身上 抢尽李依景的风头 但李依景对她可是疼爱有加 也不排斥让她拍偶像剧 母女俩要一起成为演艺圈 最闪亮的两颗星 你变妈咪清新吗 拜托拜托 东森财经新闻 李萍冯瑞里台北报导